李连杰为吏智抛弃弃子 被上骂名 吏智却说 我与李连杰有十年之约 这足以证明我不是第三者 当年 两人究竟定下了怎样的十年之约 何鸿燊曾豪制三十万 只为与吏智共舞一曲 深的赌王喜爱 吏智为何甘愿为李连杰成为遭众人唾弃的坏女人 曾经 功夫皇帝与万人迷的爱情不被外界看好 而今 二人依旧不离不弃 绝情李连杰与吏智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爱情波折 一 因绯闻遭打压 已婚李连杰上演英雄救美 1986年 吏智夺得了第二届亚洲小姐的冠军 当时 港圈对吏智极尽嘲讽 女艺人妒忌吏智的美貌 说她是难言吐气的北姑 然而在遭受排挤的圈子中 吏智仍拿下了冠军 可见 即使不带见她的人 也无法否认她的美貌 你匡是那届大赛的评委 他说 如果不选吏智 说不过去的 他的美有目共睹 得冠军也在情理之中如此貌美的吏智 很快就吸引了赌王的注意 何鸿燊为了讨好吏智 不惜重金给她送了很多礼物 并且她还花了三十万 将吏智请到自己的慈上晚宴上 只为与她共舞 何鸿燊的四太看到美艳的吏智 顿时心生妒忌 何鸿燊将吏智揽入怀中 二人在舞池里亲密共舞 身为何家四太的梁安琪顿时促进大发 她担心何鸿燊会把吏智娶回家 在迎梁安琪过门时 何鸿燊曾对她做出过承诺 表示梁安琪会是家的最后一位太太 然而 吏智的出现 让梁安琪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为了打压吏智 梁安琪找到了二太蓝琼英 她对蓝琼英说 吏智在做外貌生意 我们从生意上搞垮她 让她领教一下何太太的厉害 可能她就不敢接近何鸿燊了 蓝琼英当然不希望何家再多一个女人 于是蓝琼英和梁安琪一拍即合 在两位和太太运作下 吏智的生意立刻出现亏损 为了扭转局面 吏智只能借钱周转资金 然而蓝琼哪是何太太的对手 几番折腾下来 她非但没能让生意转亏为盈 反而欠了一堆债 无奈之下 蓝琼只能跟二太谈判 二太告诉蓝琼 只要你远离何鸿燊 我就会收手 蓝琼答应了下来 但欠下的钱 仍要自己去偿还 就在这个时候 李连杰出现了 李连杰虽有妻儿 但他第一次见到蓝琼 就瞬间心动 在李连杰向蓝琼表白的时候 蓝琼告诉他 我不会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对我的感情经得起考验 十年后再来找我 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李连杰认为 蓝琼是在给自己机会 最终能否抱得美人归 就看自己如何向蓝琼证明诚意了 于是 李连杰主动承担了帮蓝琼还债的责任 那时候 向华强想找李连杰拍戏 但李连杰不愿意受制于人 可为了帮美人还债 李连杰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求助于向华强 李连杰找到向华强 开口就要对方借给他一千两百万 向华强笑问 你拿什么还 李连杰说 接下来的两年 我给你的公司拍六部戏 六部戏足够把钱还上了 李连杰的这番回复 正中向华强的心意 向华强知道 李连杰六部戏的收益 远不止一千两百万 他当即把钱给了李连杰 李连杰转身就把这笔钱给了励志 他的妻子黄秋燕知道这件事后 断定李连杰会为了励志跟自己离婚 外界也传出励志是小三的留言 很多人都说李连杰为了励志背叛了劫发妻子 太过绝情 而他帮励志就更是不值 二是万人迷也是万人闲 用四个字拒绝李连杰 李连杰的前妻黄秋燕可以说是李连杰的恩人 二人出十的时候 李连杰只是片场的龙套演员 黄秋燕却以小有名气 手里有着不少资源 由于黄秋燕情戏李连杰 便极尽全力地给他提供帮助 李连杰火了后 一心想要报答黄秋燕 在李连杰拍某部戏时 不慎受伤 医生说李连杰可能会终身残疾的 黄秋燕依然不离不弃地陪伴在李连杰身边 李连杰大为感动 李连杰的伤势康复后 他就和黄秋燕结婚了 婚后黄秋燕告别了演艺事业 为李连杰生下的女儿 如果没有励志 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婚姻可能会长久 然而 美艳的励志让李连杰神魂颠倒 以至于李连杰不顾外界的看法 坚持要和励志在一起 励志与黄秋燕不同 他虽貌美如花 但却因为长得太美 加上自己是大陆人 一直遭到港卷其他艺人的排挤 1981年 李连杰刚到香港的时候就去应聘演员 结果对方因为她是大陆妹 便毫不留情地吐槽她态度 甚至说她是爱做梦的大陆村姑 受到这般刺激后 李连杰决定出国留学 再次回到香港后 李连杰成为了亚洲小姐的冠军 却依然得不到港圈其他艺人的尊重 媒体为了诋毁励志 发表了很多诽谤她的文章 媒体的报道措辞低俗 言语犀利 就连曾和励志一起参加选美大赛的 落选选手都看不下去了 公开为她打抱不平 然而 落选的嘉丽在娱乐圈没什么地位 就算她愿意帮励志澄清 也没人相信她的话 励志依然是港圈集体攻击的对象 拍戏的时候 和励志演对手戏的周润发 借拍戏为由 直接把她打到面颊红肿 在一场慈善晚会上 周润发和曾志伟用户扔蛋糕的方式 来增加晚会氛围 不知为何 周润发突然玩心大起 直接把蛋糕扔到了励志的脸上 毁掉了她精致的妆容 由于周润发咖味很大 扔蛋糕也只是开玩笑 励志不能当众发脾气 只能在众人的嘲笑下 匆匆离场 好在张国荣看到励志躲在角落里哭 便上前给了她一番安慰 这才让励志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那时候整个港圈认可励志的人少之又少 大多数亿人在评价她的时候 总是会露出嫌弃的表情 李连杰肯为励志背上父亲郎的骂名 众人当然会说李连杰被朱油蒙了心 励志用十年之约四个字拒绝了李连杰 李连杰却找向华强拿来了一千两百万 向励志证明了自己的诚意 最终李连杰下定决心和黄秋燕离婚 并且离婚的时候 还不到她和励志定下的十年之约 三、不靠谱的儿媳 不像样的后妈 与黄秋燕离婚后 李连杰就和励志同居了 由于黄秋燕嫁给李连杰后 便没再演戏 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她 只能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李连杰准备把两个女儿 带到香港和励志住在一起 励志却说 我俩还没结婚 你就让我当上了继母 不怕别人笑话我吗 听到励志的话 李连杰连女儿也不要了 直接把孩子送给到北京 让他们跟着母亲生活 1999年 李连杰和励志在美国结婚 李连杰的女儿通过电视看到了父亲和励志的婚礼 内心对父亲失望透顶 她曾经听奶奶说过父母没举办婚礼 然而电视上李连杰和励志的婚礼无比盛大 这让一个正值童年的孩子实在难以接受 不仅李连杰的女儿接受不了励志 她的母亲也十分反感励志的存在 李母认为 励志让儿子背上的骂名 毁掉了儿子的声誉 因此 李连杰带着励志回北京 看望母亲的时候 李母总是对励志冷眼相待 励志不受李家待见 也就不愿意跟随李连杰回家了 2000年 李连杰的母亲去世 李连杰回北京奔丧 就连前妻黄秋燕也出席了葬礼 励志却拒绝陪她料理母亲的后事 对此 李连杰没有怨言 在她心目中 励志是值得自己用一生去宠爱的女人 就算励志再怎么任性 她也舍不得责怪励志半句 励志嫁给李连杰后 也为她生下了两个女儿 她对励志的两个女儿十分宠爱 不仅经常带着女儿到世界各地游玩 还给她们购买各种奢侈品 网友们看到励志的女儿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照片 感叹李连杰对待前妻的女儿太过冷漠 对于网友的评价 李连杰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多年前 她选择的励志时候 就早已遭受过众人的口诛笔伐 但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她对励志的爱依然固若金汤 虽然李连杰曾在公开场合向黄秋燕致歉 但她最终还是把20亿的身家全给了励志 如今李连杰已经60岁了 励志也62岁了 两人偶尔现身公众场合 举止依然亲密如年轻伴侣 看来励志果然是李连杰的真爱 只是如果两人能早日相遇 彼此就不用背负骂名 黄秋燕也就不会遭到无情的辜负 励志的美貌确实令人惊艳 但如果所有的男人都像李连杰一样 婚后遇到美人就抛妻弃子 那这个世界上不知会有多少个黄秋燕 但愿大家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要因为自私的爱情伤害到任何人